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7号上午10点开放第四轮疫苗预约接种 38岁以上有选AZ疫苗的民众都打得到 共约138万人符合资格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27号下午在记者会中宣布 27号下午2点起重启疫苗意愿登记平台 18岁以上民众都可以登记并新增高端疫苗选项 不过年满20岁者才可选高端 另外也开放民众修改意愿 但是要等到前一波收单的人数都处理完毕后 再接续处理这样比较公平 不过我们还是要很清楚跟大家讲 我们前一波的意愿登记 自从7月19号到7月19号12点那波的预约登记 那现在新的一个预约登记 基本上就是不会 就要那一波登记的处理完之后才会处理新登记的 所以不管是你更改的意愿或怎么样 或者新登记进来的都不会比原来在7月19号12点前登记的来得早 目前三轮都是开放接种AZ 许多民众苦等希望能够打到莫德纳 陈时中说台湾采购505万剂莫德纳 日前加购了100万剂 加上美国赠送台湾250万剂 在不提供混打打完第一剂的人能打到第二剂的情况下 持有400多万人次的分配量 目前全国莫德纳施打人次已达291万 所以未来开放莫德纳的数量会比较少 我们这里面加起来之后 我们真的如果莫德纳要安排做打两剂 不要说它提供其他的一个混打 我们整体来讲也大概只有这样400多的一个分配量 所以未来再打莫德纳的这一块 可能大概就提供的数量都会比较少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详也提醒 民众如果已经预约施打时间却没有前往接种 下一轮开放预约时会先被略过 必须等到再下一轮才能再次预约接种 香港记者杨仁祥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